好 還不太習慣這個操作介面 因為我發現會那個 會不會 你說滑鼠音樂 對對對 然後有 我可能還看不到 大家如果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問題我可能還看 我還不知道怎麼看 如果有人有問題的話 我不要再用 好 還不太會操作 好 真的我看不到 之前我熟悉的那個 就是在下面當聽眾的時候 會看到聊天畫面 我現在看不到奇怪 怪怪 那你先 你現在是分享你的 你是全螢幕還是用那個 我現在是全螢幕 那你其實好像可以把它 分享的時候 還是可以拉出來 你先把你的滑鼠 要不要拉到最下面 然後直到那個 Roon的APP的程式 Roon的APP 然後他就會跳出一個設定 然後 那邊好像有一個聊天之類 聊天 聊天 糟糕 不太會用 這樣子 有點 看看聊天設定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呃 好像沒有 沒有 沒關係 那我這邊 好 如果有問題 再 麻煩再 幫我轉答一下 好了 好 對對對 好 那 我就直接開始囉 好 麻煩你了 謝謝 謝謝 謝謝Paul大大 然後 因為剛好我們公司啊 就是 我們定期 我算前端啊 那 有做一個 有輪流要分享 那我剛好研究這個 REANNATIVE跟EXPO剛好就是 呃 有研究一陣子 那剛好我前 應該說做前端的前 第一份工作 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那那時候是做 就是混合式的 混合式的APP 就是說 APP外面 APP是一個皮 然後裡面跑的是 web的應用程式 叫混合式 那剛好有兩年的一個經驗 那那時候是用PhoneGAP 所以 使用者體驗說 真的是蠻不好的啦 就是 那剛好因為REANNATIVE 剛好 因為REAN的關係嘛 那 讓使用者體驗好像就是 欸其實你操作起來好像就是 真的是 真的APP 然後 UI看起來讓你不會覺得說 它 它是有差別的 它體驗非常好 那 那 剛好借這個機會就是 也 跟公司的前端 share說 欸其實你會這一套啊 那就 剛好如果 將來有機會 老闆 跟你說 欸我們現在要來開發個APP 那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跟 舉手跟老闆說 欸老闆我剛好也會寫APP 那不是超屌 前端 也可以跨到 跨領域啊 越跨越多 就是剛好有一個 小小願望就是 可以打天下這樣 那 因為我不太知道大家的背景 那 因為我 比較 可能 上架這一端的經驗沒有很多 那就 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也可以提出來 那我們就 互相交流一下這樣子 那我就 那我就 開始進入正題 那我 這份slide會 我會先介紹說 到底 export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使用它的好處有哪一些 然後 我會用它來 build一個mobile app 然後 最後做一個 總結這樣子 那 剛剛我提到 native跟 混合是 hybrid的APP 那 其實它外表看起來就是一模一樣 其實你分辨 很難分辨不出來 最早 其實 Facebook啊 它是用html5的方式去做APP 那後來就是因為 使用體驗太差 所以才出了react 那 才開始 才開始有新的這樣的框架 那它就整個就 廢棄HTML5的做法 那我相信大家這一塊應該都蠻熟的 那 那其實 說真的就是 因為體驗 都 蠻像的 所以其實 你真的做出來以後 也沒有人知道到底這是 什麼 那其實我們現在 現在用到很多 像是instagram 還是 almb 這些app 那其實 它其實就是 hybrid的喔 它不是native的喔 所以就是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過去 前幾份工作啊 可能有一些pain point 就是 我們會發現說 在buildapp的時候 可能會 會有一些 時間 那可能 像我們以前公司 就是人比較少一點嘛 那 老闆就問說 欸 app開發到什麼 什麼時候進度啦 然後怎麼樣啊 可能 可能這時候 你就要 喔老闆等我個10分鐘 20分鐘 我幫你裝一下 什麼的 就是會花點時間啊 那再來就是說 上架的時候 因為我們 因為app跟 那個android store 都要審核嘛 那 很有可能 就是說 今天 android的審核 比較鬆 馬上就過了 那 那個 那個 Apple可能會比較多嚴格 然後被打回來 那 剛好 您跟user說 我什麼時候新功能要上架 那不是變不一致嗎 那如果透過 Renet跟這個EXPO的時候 欸 我看到有人 是不是有人 提問幾樣 欸 彈出來了一下 欸 我看一下喔 我這邊看什麼 我這邊看什麼 喔我看到對話了 嗯 可是我這邊看對話是空的 空的 好沒關係 我繼續 好 好 喔 好 那 那 欸 這樣是有遮住啊 不好意思 不太會用 好 那我就先繼續 那 那當然啊 那就是上下時間 不一致啊 那透過 嗯 Renet 就是我們 其實是打包 新的 bundle 新的一包JS 在伺服器上 那也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達到 即時的 很準確的時間點 就同時把所有的 就是 App做更新 那這樣其實算是一個 解決 算解決蠻多一些 pain point 痛點 那 講到說 Build App 到底要怎麼去 Build一個 Native App 那其實它會經過兩道 工序啊 第一道 第一道工序就是 幫我媽先打包嘛 bundle 然後 打包完以後 就是把程式碼 都打包好以後 然後它會做一個 壓縮的動作 就是安裝的動作 最後這兩道工序 才會幫你從 真的從你的 機器然後到 那之前我們都是直接 還沒有上架的話 我們是透過 傳輸線去安裝嘛 那可能這 打包的時間啦 會 會來個幾分鐘 或幾十分鐘 不等 就是看 其實是會看到 看你的 專案 然後還有一些 Supply套件 到底裝了多少 那 當如果說 你今天用的是 reannative 去包的話 其實它可能會在 幾秒鐘 就很即時的 因為它其實 還蠻神奇的啦 就是 它其實就是幫著 JS的Call 然後 稍待我會 做比較詳盡的一些 介紹 就大概就是幾秒鐘 幾十秒鐘 你就看到App已經 裝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很神奇 那 我前面做一個 小小的demo一下 這個畫面 大家看得到嗎 等一下 那個 你應該是選到 應用程式的部分 然後重新分享一下 應用一下 喔 抱歉 抱歉 我看一下我怎麼 怎麼分享 就那個 好像選那個 電腦E吧 就是 你先把那個 螢幕共享 先關掉後 然後選 D 這樣子 停止共享 然後選 好像是叫電腦E的 這樣子 記得啦 或是Mac的話 這個嗎 這樣子有嗎 有了 好 好 那我 那其實 我這邊 就直接 在這邊 demo一下 我直接 去把這一包 就是 reanative的 這一包 把它run起來 那我就下 npm run start 那接著會開始 幫我做 打包 call的動作 然後 就會產生 因為我剛剛已經跑過一次了 跑 大概 一下下 幾秒 也許 幾秒 中 對好 現在已經產生出來 那它其實你看到這裡 會有一個 這其實只有我連得到啦 不好意思 如果說你有裝 什麼 EXPO的APP的話 因為它其實是在 server的 就是你自己local環境起一個 HTDP的server 然後呢 你手機 要裝這個EXPO的APP 那掃一下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從 就是 電腦端這邊 載到你的手機端 去執行 那 因為我 我這邊沒辦法 我這邊沒有裝 模擬器 所以大家看不到 那 所以呢 我就錄了一小段 影片啊 就是 讓大家看一下 到底 那個 後來到手機是 怎麼一回事 我看一下我要怎麼 然後我要再切換螢幕 共享 這樣子 這個畫面大家看得到嗎 有 有 有齁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影片 好 我按一下播放 我就開一下APP 然後 我就掃一下我的QR Code 然後它就已經載完了 這就是我那個 APP的畫面 就是我 是做一個APP 這樣子 那 就很快 就是其實算一算 可能一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 就完成 就是看電腦 跑多快 那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re-app 那 就 這幾頁就是 因為我在公司share有講到 所以我就簡單帶一下 那就是 你只要學一次 你可以寫在任何地方 那 那 re-a-native其實就是 它就是基於 JavaScript的一個框架 那讓你去可以 buildiOS跟Android的APP 對 然後它最主要就是 它是Facebook做的 開發的 那它是怎麼運作呢 首先你要寫JS JS應該蠻多人都會寫的 前端都會寫 那 呃 就是用它來寫JS 那JS 它會有一個Virtual DOM 那Virtual DOM呢 它其實是 就是 可以讓 呃 預先 就是它會比 原生的HTML的DOM的Render會更快速 讓你 就是比較不會有那種 很快 很快它就Render完之後 它才會去 呃 改寫HTML的DOM的頁面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讓你的 可以去buildiOS和Android 當然 Web也行 就讓你使用者體驗會更好 那 READ Native View 其實就是跟READ看起來一樣 它就是一個 原件的模式 那 你就跟 其實就跟寫READ的一樣 一樣的感覺 好 那有哪些 各大企業 全球的企業 哪些類 特斯拉 QQ Ambmb 百度 然後Facebook 不用講 那 很多很多很多家都用READ Native 開發 這是READ Native官網 然後 這是我們 B公司的logo B公司有用到READ Native 對 那 從美國電商龍頭啊 就是WOMA 它告訴我們幾件事情 就是他們在使用那個READ Native開發 他說 95%的call base 可以在IOS跟Android裡面共享 哇超屌的 因為 說真的 以前我們Tim的話 就是 如果說要 IOS跟Android 要一組人馬的話 其實就 這還蠻可觀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來維護一道call 可以一起來看call問題 95% 都差不多一致的話 那其實是真的是可以 可以更少一點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 那 當然好處就前面有提到嘛 就是說你可以 不用透過Apple Store上架 你可以直接透過Server去做 更新 更新那包JS 然後它重點就是 還是再提一次就是 它就是跟原生的體驗一樣 一樣好 對 好 然後我這邊再來就是我要提到說 使用Expo I.O.這個服務的好處 那它其實啊 這一頁是REA Native的官網 它其實已經被 等於說官方認證了就是 它已經被包到最新的0.47這一版 也就是說你直接把它 你直接用REA Native開發的話 它直接就 在裡面就可以讓你去使用 那 這是EXPO的官網裡面提到一句話 它就是說用最簡單的方式去 去 build Real Native的App 那它有提供三個最很方便的方式去 讓我們 build App 這個 這個是Web的View 就是說 很簡單 直接在Web 那個瀏覽器 然後 就可以直接去做 就是直接在上面寫 那 左邊是程式嘛 中間是它有一些提供一些好用的一些APK 就是 可以直接拖廊 我待會會做Demo 然後右邊就是 你直接點一下就可以 可以直接在瀏覽器上面Demo 那 右上角有一個按鈕叫QR Code 那點下去它會產生QR Code 那 你也可以直接掃QR Code 就在你的手機裡面Demo 真的是很方便 那第二個好用的就是CLI嘛 comment line 就是我剛剛有試的那個方式 因為 說真的對RD來說 comment line真的也是超方便 就是天天都是跟它在一起 那就是用法就是大家很熟悉 就是在Global的時候先把 呃 Creative App 把它裝起來 那接著用Creative Reative App去 呃 然後切到它的資料夾下面 那接著呢 你只要run npm run start 然後就跑起來 就是QR Code 就是剛剛我Demo那個部分 那很快你就可以馬上用它 那再來它也有開發一套自己的桌面板應用程式 那無論是Windows或者是Mac都可以同時使用 那畫面的左邊下面的是打包的時候它會有一些log 然後右邊這個就是你的一些console 就是JS裡面的一些log 然後它可以直接 再用透過它可以直接去呼叫你 電腦裡面裝的simulator 就是模擬器把它跑起來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它去發布 就是你的code到那個 就是發布到Expo的官網 應該不是官網 就是它的一個社群裡面 然後你會拿到一段連結 你就可以share給外部的人 你就不會只是在內部 因為剛剛我是local的環境去跑起來 那你也可以透過它就是讓別人去用到你的app這樣子 那就是這三套很好用的工具 其實就真的是蠻棒的 那我這邊再補充一個 就是說要怎麼去發布到那個Expo的社群 那就是你按下publish的時候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現在是不是要公開 因為可能有些是私人的call嘛 所以它要double confirm說 這個是會被公開在網路上的 那你點了yes以後 它就會開始做double call的動作 然後並且呢 產生兩份檔案 一份是iOS 一份是android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會upload到那個Expo的server上面 接著你會拿到一個CDN的link 那就是可以直接share 那我這邊看一下 我要怎麼 我要點一下這個link 好 一樣看得到畫面嗎 好 可以 好可以喔 那這個是我 我覺得這蠻有趣 它是一個reanative的photo的相簿 然後有transition的動畫 那像這個地方有一個expo的link 就是你按完upload以後 它產生出來 那點下去 那一樣它就是它會有一個 一個段QR code 那這個就是公開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分享給朋友 是連得到不會是local端的這樣子 然後這邊接下來就講到說如何用這個expo來build 那它其實有說真的它提供蠻多好用的一些開發工具 好那 就我們熟悉的live reload 就是即使你更新call以後 它會做live reload 那如果說你app 運行到一段就是剛好是使用的狀態的時候 它會保存目前的狀態 也可以做hard reload 那就跟你開發reactor一樣 然後也有我們很喜歡用 前段很喜歡用就是chrome做debug 那它可以用 就是遠端你可以用chrome的開發工具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去看它的element 那我之前有寫過就是 iOS跟enjoy的開發 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時候是很不好用 現在是 因為有時候根本不知道跑板 或者說是打開了虛擬鍵盤或什麼 就可能會有一些footer或什麼畫面整個跑掉 那你看右邊這個圖 你就可以知道說 是哪一個元素跑掉的 然後它位移多少 然後 如果還看得到csa樣式的話 你就知道說 到底是哪個csa樣式去影響到它 是真的很方便 那最左邊這張是 它expo前一個版本 就是你在app運行到 運行的時候 手搖兩下 搖兩下的時候 它會開這個debug mode 再去選 那中間這張圖 就是 它是新版的 新版大概 忘記是幾版以後 它就換新的 就是全幕版本 白底這個 這個 然後也是可以 就是 算是新版本 可以直接拿來做debug的動作 好 好 那前面講那麼多 就是別忘了就是說 你要先去 不管是google android還是apple 你都要去它的store 先去下載 它的app來掃 那 不要 不要用一般的qrcode掃 就好了 然後呢 無論是怎麼樣拿到你的qrcode 然後你自己 產生會別人給你的 就是掃一下 那你就不用 像我以前的聽朋友說 那在buecode的時候 就是打一下電動 或者說是 可能是5分鐘的電動 然後 然後小遊戲 或者是泡一杯咖啡 就是很快 很快就可以看到 結果了 那 當老闆來問你 或者說PM 關心一下 bug的進度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 做 做即時的demo動作 就很快速啊 對啊 那 那我 我這邊 用 利用它的那個 就是 利用它的web的服務 來做一下 小小的demo一下 好 首先就是到它的官網 那 它這邊有一個 就是 影片兩分鐘 大家可以待會再去看一下 然後 點這個 就是 1XPO的小餅乾 Snake 應該就是跟 吃餅乾一樣簡單的意思 那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掃一下qrcode 對 那 這邊 這邊也可以在 在這邊可以打開 那這邊就是 點一下 讓它去跑web的 的 那個虛擬機 那你在這邊就是 編輯器的畫面 就是 也跟寫react的感覺差不多 然後呢 這 這裡會有一段 就是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的元件 手機的元件 比如說我今天 我現在來這邊做一下 HELLO舞蹈 好 對 大家最愛 HELLO舞蹈 好 那你的 你的view已經更新了 就已經更新HELLO舞蹈 好 很及時 那如果是 你有少QRcode的話 大家待會都可以試一下 就是 直接去看到手機 哇 超神奇的 我那時候會嚇到 那我現在把這個Map view 拉出來 拉 把這元件拉到 左邊 拉出地方 好 然後呢 這裡啊 右邊他就即時更新了 這是地圖 地圖的畫面 可以改一下高 400 好 即時更新 那這裡就是 嗯 它其實它有 它有對應的一些 State 它也自己會產生出來 還是說你的 Map的一些Handle 它都會產生出來 那 有蠻多可以用的 這個 真的是蠻棒的 那 呃 我自己 我自己有demo 我有一個demo影片 是Facebook的login 那 畫面可能不太好 大家可以玩一下 因為 可能怕到時候那個 因為要輸入帳號密碼什麼 所以 比較麻煩 那我這邊就demo一個 也是我先錄好的影片 然後 它是 直接就用這個 它自己有提供一個 Facebook Social OS Login的 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一樣也是把那個 Facebook的 元件拉進去 然後畫面更新以後 我點一下 Login 然後它就會跳出 Facebook的 輸入框 然後就輸入我的 帳號密碼 然後按一下登錄 然後 是否允許 全線存取 然後它這邊就說 已經Login成功了 就是 它真的很貼心 就是有很多 元件可以忙使用 好 很快 今天的 間段其實 就是還蠻快的 就是進入尾聲 那 這邊呢 我就提幾個 就是還蠻常用的 像是 手機會用到服務 比如說 手機的 陀螺儀 就是 阿瑟的 Matter 然後 Audio 語音 Camera 相機 Facebook Login 然後檔案存取 指紋 Google 然後地理位置 經緯度 Map View 還有一些推播通知 就是它有一些 蠻好用的 一些 套件 可以跟手機做溝通的 就是 服務它都幫你拉好 那只要 Input 進去就可以用 那剛剛 剛剛有那個 透過Web的方式 去做 測試的時候 其實 你也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它的寫法 都 就是很棒啊 就是看一下寫法 就知道怎麼去 用在自己的專案上面 然後 然後 這裡還有一些 guidline 就是 比如說 錯誤處理要怎麼用 然後如果你要一些 lauter 或者定義lauter navigation 要怎麼定啊 推播通知啊 然後也可以用 現在很 好像很流行的 Firebase 或者是 GraphQL 那都在它的 文件裡面 就是大家可以再 參考一下 這樣子 那 最後總結一下 就是 RealNave 因為它整個就是 官方支援嘛 所以真的是很棒啊 那 RealNative也算 只要沒有太大的 版本更新 比如說IOS 更新10到11 那可能 可能更新起來有點痛 那目前起來 也算是 都還蠻穩定 是完整的 生態權 還蠻完整 那 然後就是說 Walmart告訴我們說 95%的代碼 可以在IOS 跟Enjoy裡面共享 那如果說你要 還有幫忙Web Web也是啊 裡面一些 原件也可以共用的啊 超屌的 那 就是節省你的開發效率啊 那也幫老闆省錢嘛 就提升自我價值啊 就是 那 當然最重要就是說 有更好的開發體驗啊 因為你只要少一下 馬上就可以 輕聲感覺到說 喔 原來我這個APP 就是 寫起來很爽啊 給別人用 也很爽 因為不會說 就是 嗯 總之 就是很棒啊 OK 那 目前就是 分享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謝謝 謝謝 Justin 謝謝 Justin 大家有沒有問題要提供的 我這邊先問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就是說 就是我們在開發的時候啊 有時候會說 比如說 CAMERA的話 這種 想要讓那些相機 有 我們支援連拍 那種 都要去找一些 比較 插件的部分 嗯 那這種部分 它有支援插件的部分嘛 因為我比較 就是剛剛有看到有一個 CAMERA可以用嘛 就是它會允許存取CAMERA 那 插件的部分 其實REALNATIVE 蠻多那個 開源的 像我之前有在那個 Github上面有找到 那個叫什麼 QR Code Scanner 就是 大陸人寫套件 那我想 連拍這個應該是 哎呦 有命大大提供 可以看套件是否支援 對耶 咦 命大大有 有研究的話 可能也可以跟我們 分享一下 就是 EXPU的開發經驗這樣子 咦 命大也可以來 那個 分享 謝謝你 沒用過 好 那 我也來 有空來看一下 如果說 之後看大家可以來 就 互相交流一下 那 也可以就是 大家一起 share 或者說我再 再來分享一下 就是 接下來 如果有一些 不一樣的 就是 學到新的 OK OK 原本的 好 它這邊有一個 iOS 跟Android 一個是 撿到就是不能用 這樣 還不錯呢 這個網站 對 真的 謝謝大家提供 好 那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在公司也是差不多講15到20分鐘 今天講30分鐘 算預料差不多 還還OK 對 對 麻煩有問題嗎 好 看起來 今天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我想先說一下 我對 REAT沒有什麼研究 只是我很 我對 這個東西很感興趣 所以有可能會想要 再投入一些時間 所以這邊的問題可能會比較 比較基礎一點就是說 呃 這邊的底層可以支援到什麼程度呢 底層可以支援到什麼程度喔 是 嗯 你是說 iOS 還是Android的底層嗎 呃 是 是這樣 其中都可以 其中喔 應該 對 因為您剛剛有介紹到那個 CAMERA的部分 那 我想說 它可以支援CAMERA 它也可以支援那個 推波通知的部分 那 除了這兩塊之外 還有其他的 像陀螺營之類的 像 可能還有 一些跟底層 聯繫的一些東西 它可以支援到什麼程度 呃 其實我 其實是 沒有 沒有研究到那麼多 關於底層的 那 因為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 我覺得是 呃 看你想要用什麼功能吧 因為 其實 web能夠做到的 就是 我覺得 就很廣了 比如說 你要登錄啊 然後 呃 還是說 就登錄到社群平台 然後有自己的APP 然後有推波 然後可以拍照 可以 檔案管理 因為它有file system 然後 我覺得其實蠻蠻萬用的耶 那有一些可能真的沒辦法support 我可能就是要 因為說真的我經驗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 呃 所以 所以有可能 它如果沒辦法支援 就是可以 我覺得它官網寫的蠻多的 可以先從它的 Document來看 對 然後 EXPO提供 GLview 畫3D喔 這個我沒有試過 呃 這個 雨澤大大 如果有 有 有使用過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嗎 對啊 應該說 沒錯啊 韋哲說 多數iOS and joy reanave 是可以實現 對啊 因為像 比如說instagram Airbnb 那就 Womart 或是一些電商 其實 其實蠻多的服務 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對啊 那 像它的 官網真的提供蠻詳細的 就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的截圖都是從官網來的 那 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它的官網 對 好的 謝謝 對啊 就是這裡有個Document 然後 旁邊的 一些 嗯 這邊就是guide 欸 好像看不到 大家看得到嗎 好 沒關係 嗯 你說那個 那個 喔 你的螢幕好像關掉了 喔 螢幕關掉了 螢幕關掉了 OK 好 沒關係 那 OKOK 那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一些問題 嗯 嗯 嗯 沒有 先把麥克風打開來幫 幫 Justin 補掌一下 謝謝 Justi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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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囉 然後閒咬的人也可以丟下來 因為等一下 有點 可能會玩一些些啦 那個Rabbit MQ 那如果 要留下來 輕鬆咬的也可以 輕鬆咬 那我先把錄影先關掉 那我們就可以 謝謝 謝謝 謝謝